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12月26号 彭博社在网站发表了一篇 介绍中共高层核心八大元老的家族关系文章 针对中共原领导人邓小平 博一波 陈云 宋任琼 彭真 王振 李先念 杨尚昆等人 文章整理搜集来自中国美国数千页的企业申报 财产记录 官网及档案资料 绘制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关系图 图中展示了八个家族之间的交织 包括业务往来 共有雇主 共同拥有私有或国有企业 外交关系 以及相互通婚 彭博社给出的关系网中涉及的103人都在美国生活 工作 学习 其中有30人在海外大学毕业 23人曾在美国留学 11人曾就读哈佛 史丹佛 耶鲁 普林斯顿 康奈尔 哥伦比亚 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 34人曾在美国生活 其中12人拥有房产 43人是私人公司的执行长 24人拥有自己的公司 26人是国营公司的执行长 在钓鱼岛问题引起的中日冲突愈演愈烈的时候 中共早年的一份文件泄露了中共卖国的秘密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 他们最近取得的一份中共官方1950年的外交文件影本 这份外交文件显示中共当时没有将钓鱼岛猎鱼视为中国领土 而是视为琉球的一部分 报道说这是首次发现中共官方文件记载钓鱼岛猎鱼是琉球的一部分 报道引述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的解读指出 这显示大陆官方多年来主张钓鱼岛是台湾的一部分的理论 不攻自破 这份文件目前收藏在中共外交部档案馆 报道说中共首度主张拥有钓鱼岛猎鱼主权是在1971年的12月 澳大利亚保护生物杂志最新一期发表的调研报告说 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沿海的珊瑚礁减少了80% 报告的作者认为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关的沿海地区开发 污染和过度捕捞是导致珊瑚覆盖率锐减的主要原因 最近几天深圳安保区沙井镇港资王世华高科技有限公司 因企业转型更换法人代表把员工工龄清零 导致数千员工连续多天罢工 要求公司按照工龄给予工人赔偿 24号25号两天全体员工聚集在厂区内罢工 大批警察在门外戒备 26 27号工人们则打着横幅走出工厂 在街上游行并围堵镇政府抗议 据参与罢工的工人介绍 他们抗议了两天也没有结果 反而来了一百多名警察和武警 有工人被打 罢工工人说当地政府找各种理由搪塞工人 劳动局根本不帮工人 他们怀疑政府与公司官商勾结 而公司也扬言宁愿倒闭也不给工人赔偿 目前事件还在持续中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经文 no